今天的感覺真的很不一樣 而且這個感覺對了嗎 新台幣先來看一下 今天的新台幣 本來是貶值趨勢 沒想到貶的趨勢 在今天扭轉了 今天升值 雖然升值量不大 可是盤中一度升了 所以來個大膽假設 今天外資結束了大賣之後轉買 這個買盤會不會再延續下去呢 我之所以覺得會延續下去 是因為先過期會選擇權 您看看一樣的 本來都是做空直到今天翻多了 所以Poco Ratio值也在打售購蛋 今天再往上 台股會不會萬八鐵電會見到呢 因此正價差 現在的正價差 正價差的意思就是 期貨價格比售貨的高了 所以期貨一直往上帶 卸貨一直往上跟嗎 正價差是領漲的機會嗎 以上看起來都好像是偏正面 不知道玉堂 您怎麼看 當然我覺得剛剛從大部分的訊號 我覺得比較正面解讀 不過正價差的看法我比較不一樣 因為在衝高的同時 過去都是逆價差 那反而這樣衝高轉為正價差 比較擔心市場就比較稍微有點過熱了一點 尤其今天早盤是衝高 尤其今天又留了上影線 所以說短線上會覺得這個地方 可能在萬八這個關卡 就是突破啊 或者來回測試的一個機會會比較高 可以看一下上影線喔 對所以再來就是說既然正價差 我會比較負面的解讀 那外資的一個期貨空單 我覺得就是維持著中性 因為我們之前看到大概三萬口 就是他過去大概平均的一個水準 到底幾萬口是危險值啊 我覺得可能如果你說三萬 如果空單來講 可能三萬三三萬五到可能四萬 這個水位的話 我覺得你就要小心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講 我覺得外資在其錯市場的一個佈局 比較算是有點中性 中性偏多一點 中性偏多 對 好 待會再幫大家解語了 那我們就趕快轉個網 看一下外資 外資在集中今天的買盤 您見到什麼訊號 好 其實很明顯就看兩檔各國 左邊第一名是聯電 第五名是台積電 外資好像已經有轉進這個 大型權重電子的一個味道 而且跟您報告 電子五王只有二三一七 外資是賣一千零三十一張 其他的包括了六四一五的古王 也站在買方囉 五王買四王代表 代表就是電子重漲主流冰服的味道越來越濃厚 因為你在對照另外一個法人 就是投信 你看投信今天這個上市買超前十名 全部都是電子股 對耶 PCB IC設計二極體被動元件 然後封測 全部就在這些 這幾乎是半年差不多吧 第一次見到 上半年我們看投信就是什麼紙 鋼鐵 航運 今天前十名全部都是電子類 那十一到二十 我們看後面 後面除了南亞台塑是塑化之外 四季鋼鋼鐵 但是大概一半比例以上 也是電子為重 所以我覺得我們大概可以解讀成說 外資或投信開始轉向 那投信是更明顯 上半年就是傳上下半年轉轉向電子 所以我會覺得說在這個地方來講 就是說投資人在選股的一個思維上面 也可以跟著法人做一些轉換 可不可以透過了投信 因為現在七月份 七八九是第三季 幫我抓個集中跟貴買投信動作 有在為第三季作賬往上的集檔標的 有很明顯 第一個我們看二極體的強茂 這二極體其實包含強茂 台磅或者像是蓬城 其實最近的漲幅都很積極 而且投信是買了一段時間 你看那下面就是投信的買賣潮 對 很強 這個漲幅其實已經是不亞於前一波熱門的 這種這種什麼航運鋼鐵的漲幅 有點像陽明常鋒就這樣漲起來 對 就這樣它已經漲起來了 再來你看像智原 IC設計因為看到古王 IC設計智原 有點這種被拉抬比較 你看投信怎麼買 也是最近毛起來買 最近才剛買的 對 但是你看那個角度很陡 其實幾塊已經漲到像三位數了 所以我覺得大概也可以抓得出來 像是剛剛談到IC設計是一群 二極體是一群 然後PCB裡面 或者像是矽晶圓的合金 然後面板的圓碳 宏傑科算嗎 宏傑科算是PA的 那我覺得PA這塊也算三個指標 全新宏傑科跟穩茂 其實最近的股價 你看一下投信 其實投信也買一段時間 這三家都我覺得蠻雷同的 走勢跟籌碼面都很像 我問你 像穩茂跟宏傑科 投信是從第二季的下半段 買到了第三季的頭 那代表 代表第三季 他就是鎖定這些個股 他第二季已經在換到這些族群身上 OK OK 對 所以我覺得說投信其實 現在的一個選股重心 又回到過去的這種 比較偏愛電子類股 好讚喔 聽到好多重點 感謝玉堂囉 提醒您 今天的行情帶來加分的 是期貨空單 剛預堂有說重點一 期貨空單不要超過了 3.3萬口空單以上喔 那就會是好的 Poco Recius也在網上帶喔 唯獨他比較擔心的是 漲勢過程當中本來都是逆價差 今天翻成了正價差 就怕逆價差金金漲 正價差你不怕它就不漲 你不怕它就不漲 就怕這樣子 所以會不會這樣呢 我們盯著看 所幸的外資 今天的買超 顯然的五王都買進來了 除了紅蓋沒有買 其他都買了喔 拳王啦 還有台積電啦 古王系列都是一樣的喔 包括這一些 但重心是在內資的投信 投信喔 下半年做電子 罕見的投信在集中買超前10名 清一色全部都是電子 電子當家 一包括了整流二集體啦 PCB啦 還有半導體 甚至在櫃買部分喔 櫃買半導體的上游 還有紅捷科這些穩帽 都是繼續買超的 剛剛呢 投信第三季的作證往上做 玉堂都帶了 希望能夠幫助到您 電子如果慢慢的吸量回來 是不是有機會突圍呢 講到了這個 接下來大盤 劇名請上來了 大盤今天最不一樣的 是零盤工程辨喔 古王系列 一度漲停板 系列KY一度漲停板 到最後打開啦 但是漲停板 我想總有意義吧 K 您看 哦 古王 等一下解釋一下喔 古王漲成這樣 情況是什麼意思呢 大家不愛電子的時候 竟然古王漲成這樣 全王台積電 台積電今天呢 也跳空上漲 所以呢 意義何在 除了這個兩王之外 還有IC設計 電子的兩大板塊喔 第三季是旺季的蘋果PAT IC設計 這可是從上個禮拜漲到現在喔 電子有動 他永遠跑第一棒 請問大盤的半框 這些的訊號 您如何解讀 對這個 這四個面向 第一個大盤看拳王 然後人氣看古王 等一下 大盤看6415的 大盤看拳王 就是台積電 對大盤看台積電2330 然後人氣呢 人氣看古王 人氣看古王 cdky 然後呢 然後接下來就是 我們提到古王 為什麼古王會帶人氣 因為古王漲上去以後 他會把本益比拉開 把高價的空間 把它拉開來 Ok ok 所以你不一定會去買古王 但是你光看到這個古王 在天上走的時候 你就發現大家都跟上去了 難怪IC設計 整個就跟得上來 對那電子股的部分 就看兩個重要的族群 一個就是IC設計 為什麼看IC設計 因為IC設計是整個電子股最上游 沒錯 所以如果電子股好 上游一定會動 對 所以你看到IC設計 全部都在漲 代表中下游的部分 需求的部分會起來 這觀念非常好 把它清掉 你知道嗎 如果科技產業第三季 要贏旺季 對 第一個啟動 跑第一棒的是 最上游的IC設計 對 那接下來就是 九月份會有星期一發表 總不能蘋果不能動 不動吧 所以蘋果相關一些概念股也開始往上動 跟您報告 Apple的股價 美國股市的蘋果股價 是平創歷史新高 秀給大家看囉 所以蘋果股價的平創史高 所以就證明 一切的呢 天啊 沒錯 那只是說台北股市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我們長的是小蘋果 沒有長大蘋果 大蘋果是 大蘋果像台積電鴻海 長得比較少 但是小蘋果長得比較多 所以小蘋果就是 所以現在是等大蘋果往上動 或許這個禮拜四的台積電 法人說明會 會帶動整個大蘋果 開始往上動 那我問您 本週將會是由電子慢慢吸金 然後接著呢 剛剛您說的IC設計 包括了蘋果派業績往往上帶 對 就這樣一個順序邏輯 沒錯 那吸金的資金比重呢 今天只有四成三 對 還是有點少一點點 不過我想後面還是會持續增加 大概目標是往45%到5成 來慢慢做一個邁進 45%到5成 所以5成就能夠把這個 電子的力道給hold住 對 給穩住嘛 對 OK OK 不過講到了電子呢 為什麼會這麼強 我告訴你 禮拜一 俊敏就跟大家預告了 上週喔 禮拜一呢 這個俊敏說啊 只要美國科技股能夠續墻 美國的納薩克指數 你看平創歷史新高 這是最新的 唐錄指標往上 今天也勾腳往上喔 就在今天 台股多頭就能夠保住 所以難怪法人 很多的法人已經看到 原大看兩萬一 還有古月韓看兩萬喔 所以萬八根本非難試 是這樣嗎 沒錯 萬八確實不是難試 那現在就是一萬九或兩萬 但是我們就是一步一步往上看 因為中間總是會有一些震盪的過程 那我們來看一下台北股市 有沒有機會 這波直接往上攻 因為台北股市今天還沒有過一萬八 對不對 那這個上個禮拜二的高點 還沒有做突破嘛 可是有沒有股票或類股指數 已經突破一萬八千零八點 有嗎 有下面就是電子類股指數 當然你說電子類股指數 還沒創歷史新高啊 那怎麼會已經突破一八零零八點 因為我們看著看這五天 你看一下這五天 其實台北股市的電子類股指數 已經過了五天前的高點 對耶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重點 就是每一個波段都會有一個主流族群來帶 就像這一次往上漲 其實漲了半天 其實電子股是沒有漲的 就是鋼鐵航運 對 就是航海王鋼鐵人嘛 那現在變成是電子王出來了 所以電子創新高 所以後面能不能往上攻 就看電子股能不能持續往上帶 而且也不只電子股創這個五天以來的新高 領先突破上個禮拜二 一萬八千零八點的就是指標 那哪些已經過高了 包括電子 包括金融 包括OTC都已經突破了上個禮拜二的高點 好完美喔 我們直接秀大盤一晃 您就知道電子金融櫃買全部都要看 這是大盤萬八 18008 它的走法是這樣 這個線不要輕 電子指數 我好喜歡劇民這個比較 您看看 電子在這 過了過了 再來金融 金融來 金融 好 站站站 跪買 跪買 你在哪 跪買 對過來 跪買 過了 對 好 回到剛剛字卡 真的完美 著正據給您看 對 確實這三個就是指標 那OTC指數呢 更是中小型電子股續強的指標 所以目前大家其實 操作上面講都蠻順利的 因為電子股發現真的很容易漲 對 好 那接下來成交量的部分 但最近呈現量說了 不過呢 目前來看的話 有時候我們就看近期的變動 因為他是一個動態調整 所以只要五千億以上 基本上就有利於多頭 而且特別注意一下資金的流向 電子過去曾經到兩成三成左右 那美股如果續強的話 其實臺北股市月限是有稱的 那臺幣二十八塊附近 這目前在二十八附近整理 其實我們一直認為說二十八 理論上守得住 那他只要不要再繼續貶的話 其實呢 外資的部分 就不會賣超 而且會呈現買超 臺幣今天一度升了一點三角 到最後四扁有沒有看 四扁轉升 雖然還沒有明顯的量 那你覺得往後呢 往後應該是有機會守在這個附近 就是這個地方不會再往上呈現貶值 不過這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稍微可能要看一下 包括這個人民幣的走勢 因為我們知道人民幣 中國突然降準 對啊 在七月十五號禮拜四 正式降準兩碼 本週生效 對 但我們發現其實臺幣在扁的時候 這次人民幣在扁 臺幣也跟著一起扁 所以如果說在降準之後 人民幣不再繼續扁的話 其實臺幣股市就不容易跟著做一個扁值 回到剛剛的字卡 我要問俊敏 觀眾朋友 你的股票 也可以這樣子對照 一起學 這是我剛剛瞄到的 剛剛俊敏不是講嗎 電子在轉牆 你有注意到嗎 不是只有剛剛的劇民所說的 我們就把這兩個小框框這麼一對照 這邊是大盤 大盤這個高點還沒過 可是這個高點電子越過了 訊號一 再來請往這邊看 這邊是不是一紅萬八 然後都黑K 可這個地方訊號二 萬八之後 它是紅的比較多 電子的一紅 兩紅 所以如果我的股票 你的股票出現了大盤都是黑K 可是你的五根 六根就是紅K比較多 是不是我的股票正在轉牆中 沒錯 而且我們再稍微帶一個特別的東西 其實也不是說過去這五天 萬海的一個高點353塊 是不是從七月份開始 它的走勢長這個樣子 不要輕喔 而且黑K比大盤多 對 然後另外我們就看 比如說IC設計 我們用今天這個投信買超前十名 我們用3035的智原 智原 對 我們看智原的走勢 紅K比大盤多 大家有沒有發現從七月份開始 雖然說電子股好像最近才轉強 可是事實上他從七月份開始 就正式轉強 您真敏銳 對 所以我想提到一個 就是目前結構在轉換 而且電子股開始有點接棒的味道 能不能急功 就看全子股能不能做適時的表態 所以現在是由中小電子先表態 再轉到了日後等大蘋果歸位 沒錯 好 感謝這名 非常謝謝您了 讚喔 開始整理一下 今天我好喜歡這張的對照圖 我就在想 古王系列往上衝 還有包括了拳王台積電的跳空上漲 原來都有意義在 剛剛講 大盤要看拳王台積電 人氣王要看古王系列KY 果然電子股早就在動了 因此提醒您 電子一 他已經領先大盤過了萬八的高點 第二個 紅K棒還比較多 第三個證據 原來 小電子早就已經開始在進行表態 而且本週而後的主角將會是在電子 不過主角是從鋼鐵人好改王轉到了電子身上 以上結論 居民正確嗎 完全正確 感謝您讚 這一題好聽 台股講完了 接下來進廣告 回到現場之後 進入到他的第二大題 沒想到台塞四寶 上半年假出一個史上最強的成績單 我還在想說那第三季是台塞四寶的旺季 你應該更樂觀 可是他竟然說 不敢太樂觀 壞 所以我就麻煩居民幫我抓囉 下半年 逆向很樂觀的 下半年還會在高成長的 而且法人提早做布局的標的哪一些 馬上回來